来关心选举的话题 台北市长的部分参选人在野联盟 柯文哲他现在建议说 应该普设AED的电极器 而且希望救务车五分钟之内 就可以将病患的新电图等等相关资料传到医院 把握这黄金五分钟 抢救生命 流了满身汗还来不及擦 就赶着再握下一双手 清晨四点连声闻起了个大噪 前往渔市场败票展现亲密形象 不谈口水症双文问鼎首都 纷纷改推新政策 连声闻有金融背景 台大医师柯文哲主打AED电极器普及化 还希望救务车努力争取黄金五分钟 有时候就插纳文中 就觉得一个病人会不会变成植物人 三分钟之内会到的case其实占百分之五十 目前台北市救务车 从分队接获出行通知到抵达现场 五成以上的事件只要三分钟 九成五分钟内可以完成 平均只要四分半 如果以19接获通报 起算大概是六分钟 挽救生命 分秒必争 记者综合报道